不過說到今年中秋 柯文哲只能夠在台北看守所裡面度過 所方今天晚間會特別加菜 火鍋 讓羈押在這裡的被告還有收刑人 能有過節的氛圍 或許是婚後第一個 沒有柯文哲陪伴的中秋節 讓陳佩琪覺得很難受 今天晚間特別到北所外面隔牆 還原 也有小草線上深深的擁抱 表達支持 看似溫馨的背後傳出中秋過後 案情會有重大的進展 似乎跟昨天二度遭到約談的 金華城董事長陳宇坤是有關的 相關爭辦持續 而政治布局也沒有停下來 2026地方選舉 藍綠支持者各自歸隊之後 這場選戰的勝利關鍵 被認為誰能夠成功的支持 爭取到這個所謂的回頭草 但是要如何爭取小草的支持 綠營他們的方式是求穩 謹慎 打科 那麼在藍營這邊就有點尷尬了 從挺科到現在不做評論 牌面上要維持所謂的藍白河 但也要設防火牆 以免被燒到 接下來柯文哲遭起訴與否 傳出國民黨又藍白河的兩套劇本 但是無論怎麼走 藍白都要和 都要爭取所謂的非綠小草 明不了靠近民眾黨 這引發不少藍營明代的反彈 就認為這樣恐怕會壓縮藍營候選人的選戰空間 失去政黨的主體性 尤其2026的南台灣 無論高雄還是台南 都有民調顯示國民黨是很有機會的 其中台南市長的選舉 謝龍介就公開表態會全力爭取黨內的提名 2022年台南市長選舉 謝龍介代表國民黨參選 票數僅咬對手小叔黃偉哲百分之五 如今謝龍介表態參戰還作出承諾 2026年台南市長選舉謝龍介若參選 可能對上民進黨有意爭取黨內提名的 陳廷菲 林俊憲和王定宇 不同於他們的低調 謝龍介大酸30多年來 民進黨在台南的執政 幾乎每一任市長都是幹滿八年 那前四年都幾乎沒有建設 都是等到第二任連任以後 才想要來做事 但是連任以後呢 又觀望中央有沒有好的缺 謝龍介強調要用四年 做完八年的建設 聽在綠營議員的耳裡 有人建議拚出現前 先改改性格 他必須要先改掉選舉造謠 以及對於女性有歧視的言論行為 四年要把它拼成八年來做 那更表示 謝龍介對於台南 根本沒有長期的規劃 謝龍介這回又表態參選意願 被視為綠營頭號假想敵 不論誰出現 勢必都會打場硬仗 記者楊花 許崇文 台南報導